立冬后必吃的六道家常菜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外婆从小就告诉我 立冬后一定要多给家人喝这个汤 这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中医分享出来的做法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萝卜去皮先留着备用 然后把它切成细丝 再切成片 四个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下入锅中 开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 锅中由热炒香葱姜蒜 放入白萝卜丝 翻炒至断生 有些人会安静地看视频 但是他会默默地给个小红星鼓励支持一下 这样的人最可爱了 非常感谢 然后下入鸡蛋 记住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样才能锁住营养 扣盖煮五分钟 然后放上几片优质的豆腐皮 一袋有三十张左右 配料表很干净 还可以用它来包肉卷 涮火锅都非常好吃 最后加盐胡椒粉调味 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 这样炖的腐皮萝卜汤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还没有喝过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 第二道 这个季节的莲藕很新鲜 莲藕买回来就像我这样 做成莲藕腐皮肉卷 外焦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把莲藕用刀背剁碎 倒入肉末中 加葱姜 盐 鸡精 生抽 一勺猫油 一个顺产的鸡蛋 一大勺淀粉 用左手抓匀 肉馅就调好了 再选用这种头层腐皮 一包有三十张左右 用它做汤也非常鲜美好喝 放上肉馅 像我这样卷起来 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 蒸好后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上锅煎一煎会更香 这样做的莲藕腐皮肉卷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第三道 这是我奶奶从小告诉我的炸虾枣 酥脆的外壳 包裹着咸香的馅料 真的好好吃 首先 把虾仁剁成小丁丁 倒入肉馅中 搭配莲藕丁 葱花 盐 胡椒粉 蚝油调味 再来一勺淀粉 用我的手抓扮成粘稠的状态 我每天分享都是哥哥姐姐们喜欢吃的菜 您就点的小红星支持一下我吗 非常感谢 炸虾枣一定要选用这种头层虎皮 一包有30张 用它炒着吃 凉拌吃都可以 再放上肉馅 像我这样卷起来 刷一点淀粉水封边 再切成我嘴巴大小的快 五成油温下锅炸 中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炸虾枣 孩子们一口一个 太香太好吃了 第四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立冬后一定要多给家人喝这个汤 这是一位80岁老中医分享出来的做法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五毛钱冬瓜去皮后切成薄薄的厚片 四个顺产的公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下入锅中煎制两面金黄 再切成你嘴巴大小的块 锅中油热 放入冬瓜翻炒至断生 我已经连续分享了668道详细的家常菜做法 一直都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疼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拜托大家了 然后下入鸡蛋 有条件的加满99度的开水 后盖炖五分钟 然后放上几片优质的头丛腐皮 一大包就可以用很久 配料表也很干净 还可以用它涮火锅 炒菜包肉卷都很好吃 现在下单价格很美丽 最后加盐 胡椒粉调味 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开合 这样炖的冬瓜腐皮汤汤腥味没有营养 还没有喝过的家人们一定要收藏做起来试试 第五道 谁能想到 芋头和猪肉放在一起 上锅蒸一蒸 既然是酒店的招牌菜 还桌桌B点 我们跟着视频一起做吧 五毛钱猪肉切好后放入盆中 加香菇丁 蒜末 葱花 盐 十三香 生抽和蚝油调味 葱姜水 一个刚下的蛋黄 再加红薯粉 一起搅拌均匀 肉馅就调好了 碗里打个蛋 我已经连续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了 一直没得到您的小红薯 这个视频就麻烦您点个免费的小红薯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包肉卷 我用的是这种头层豆腐皮 都是裁剪好的 一包里面有三十张左右 用一张取一张出来 把肉馅铺在上面 再跟卷被子一样卷起来 最后刷上蛋液封口 肉卷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上锅蒸十五分钟 切成小段 可以直接吃 或当菜吃 像这样煎一下会更香 喜欢的朋友你也收藏给家人安排做起来吧 第六道 天气转凉了 我家一周会吃八次这个白菜豆腐包 把五毛钱的豆腐 煎至三面金黄 姜蒜小米辣炒香 放没被猪滚过的白菜 黑木耳 鞍唇蛋 火腿肠 煎好的豆腐 加生抽 蚝油 盐鸡精调味 再加一碗清水 盖盖焖煮五分钟 这样做的豆腐白菜包 一天吃三次都不会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